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呢 我们先来课前热身一下 小朋友们知道我们平时学习的图形 三角形 正方形 长方形 平行 四边形 这些图形都是由线段组成的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线段 小朋友们告诉老师这个小的黑色的圆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点 这个圆呢也是一个点 对不对 那小朋友们我们拿一把小指尺 将这两个点连接起来 我们看一下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用直尺将两个点之间连起来 这我们就把它叫做线段 那小朋友们老师这里告诉大家 这两个点呢在线段中我们把它叫做端点 所以一个线段呢它是由两个端点 而且它是直的 那记住这一个知识点 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学习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知识站牌 在这节课里面我们会认识线段 认识线段以后呢我们就学会了 数线段我们就要数数线段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王牌立题一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读一读题目 跟着老师读一读 观察下面个图 判断哪个是线段 并在线段下面的括号中画上 小朋友们题目里面给了 123456给了六条线 我们要在这六个选项里面呢 找到哪个是线段 并在线段的下方括号中呢 画上勾 那小朋友们还记得老师刚刚 告诉给大家的知识点吗 线段是有两个端点 而且是直的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六个 哪一些有两个端点 且是直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线段的特征是直的 而且有两个端点 所以我们发现 第一个是直的 且有两个端点对不对 第二个呢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弯的 第三个呢不是的 因为它只有一个端点 那第四个呢 也不是的对不对 因为它是折线 那我们看一下第五个呢 第五个有两个端点 那它是直线段吗 不是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它是曲线 那第六个呢 是的 第六个是线段 因为它有两个端点 而且是直的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完成了一道 找线段的题目 是不是特别简单 那小朋友们跟着老师 一起来完成一下 举一反三 看小朋友们能不能找到线段 在线段下面的括号中画钩 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哪些是线段 哪些不是线段呢 告诉老师第一个是吗 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线段的特征是 直的和两个端点 所以第一个不是 第二个呢 也不是的对不对 第三个呢 不是 第四个 也不是 第五个呢 是的 第六个 是的 第七个 不是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认识了线段 而且找到了线段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王牌立体二 首先和老师一起读一下题目 想一想 在下面的三个点之间 你能连几条线段 小朋友们 题目里面给了我们三个点 需要我们将它们连起来 然后数一数能连几条线段 那小朋友们 我们就一起来连一连吧 拿出你们的小纸尺 我们一起来连一连这三个点 看能连出几条线段 我们知道线段的话 有两个端点 用纸尺将两个端点连接起来 就是一个线段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老师将它们都连接起来 因为老师没有纸尺 所以是一个草稿图 但它其实是纸线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共有几条线段呢 是不是 一条两条三条啊 所以这里呢 一共有 三条线段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举一反三 先画两个点 再用直尺把这两个点连起来 看看可以画出什么 小朋友们同样这道题非常简单 但是需要我们动手在纸上画一画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试一试 先画两个点 同样老师这里先画两个点 我们可以横着水平线上画两个点 或者可以在纸上随意画两个点 然后用直尺把这两点连起来 小朋友们用直尺将这两个点连起来 老师这里没有直尺 所以大概的画一画 小朋友们一定要用直尺画一画 这样这两个点连起来 告诉老师 我们组成了什么呢 我们画出了一条线段 对不对 那老师这里呢 画了两条线段 那告诉老师 线段的特征是有两个端点 而且是直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王牌立题三 数一数下面这个图形中 共有几条线段 小朋友们 我们看到题目里面呢 给了我们一个图形 需要我们在这个图形中呢 数出一共有几条线段 那我们可以先把每一条线呢 它的端点标出来 对不对 每一条线段的端点标出来 然后按照顺序来数 就不会出错 那老师这里呢 按照先数外面的线段 再数里面的线段来数 按照顺序 一二三四五 老师这里呢 数出来了一共有五条线段 那接下来呢 小朋友们再来数一数 下面的这个图 它一共有几条线段 我们来看一下 数一数下图中 共有几条线段 告诉老师 你们是怎么数的呢 对啊 有小朋友说 老师老师 我可以从上往下数 正确 对啊 还有小朋友说 老师我可以从下往上数 好棒啊 小朋友们 那这里呢 老师先跟着同学们一起 从上往下数一数 看一共有几条线段 按照顺序一条一条数 然后把每一条都标出来 一二三四五 所以这里老师一共数了五条线段 小朋友们数出来的是不是也是五条线段啊 真是 小朋友们好棒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王牌立题四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图中共有几条线段 好 题目里面呢 给了我们一条线段上面注册三个点 对不对 分别是 A B C 小朋友们 我们可以数一数一共有几条线段吗 很简单对不对 所以这里有小朋友说 A和B是一条线段 对 还有呢 B和C是一条线段 没有了吗 还有一条线段 看聪明的小朋友们能不能发现 能的对不对 A和B是一条线段 B和C是一条线段 那A和C是一条线段吗 是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数 A和B是一条 B和C是一条 A和C也是一条线段 不要漏数 那我们怎么来给每一条线段取名字呢 小朋友们 老师这里可以啊 将点A到点B的这条线段呢 取名叫做线段AB 那点B到点C呢 我们把它叫做线段BC 点A到点C呢 我们把它叫做线段AC 所以这里一共是一二三 一共是三条线段 小朋友们 这样呢我们就数出来了 题目里面一共有三条线段 那小朋友们到我们数线段的时候呢 特别是类似于这样的复杂线段的时候 我们常常可能会出错 那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可以帮助我们不出错的数线段呢 对 我们可以以每一个点作为开端 依次的来数一数 比如这里呢 我们给每一个点命名为ABC 然后依次的从A作为顶点数一下 可以有几条线段 以B作为顶点数一下 一共有几条线段 那我们这里一起来数一数 以A作为起点的话 可以有线段AB 还有呢线段AC 对不对 那以B作为起点呢 可以有线段BC 所以A作为起点 一共有两条线段 以B作为起点一共有一条线段 所以这里呢就有三条线段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举一反三 同样我们要数一数 下图中 共有几条线段 小朋友呢 我们刚刚数的那一条线段呢 一条直线上面一共有三个点 那这里呢就更复杂了一点 一条直线上面我们处着 ABCD四个点 那这道题我们可不可以数出来 它们一共有几条线段呢 可以的对不对 只要我们按照顺序 以ABCD一次作为端点 数一数就知道 它们一共有多少条线段了 那小朋友们 我们开始以A作为端点开始数 小朋友们 从A作为端点的话 A可以去哪些地方玩 A可以去B玩对不对 以A作为起点的话就有线段AB 还可以去C玩线段AC 还有呢 线段AD 对不对 线段AD 那这样呢 我们就数出来了 以A作为端点的话 它可以有三条线段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以B作为端点的话 一共有几条线段呢 以B作为端点 我们可以有线段BA 对不对 但这一条线段 我们已经数过了 所以可以不用再数了 那没有数过的还有哪些呢 B可以去C加完对不对 所以有线段BC 还有呢 B也可以跟D玩 所以有线段BD 那这样呢 那这样呢 我们就数出来了 以B作为端点的话 一共有两条没有数过的线段 C为端点开始数看一下 一共有几条线段呢 我们一起来数一数 C和C到D是一条对不对 所以呢 CD有一条线段 为什么CD只有一条 而C到A和C到B不算呢 因为已经重复数过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数 没有数过的线段就可以了 所以CD呢 这里是有一条线段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已经找到了 由ABC三个点为端点 开始数的线段 分别是三条两条一条 那由D作为端点 还有没有数过的线段吗 没有了对不对 由D作为端点 每一条线段都已经数过了 所以由D作为端点的话 没有没有数过的线段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 由ABC三个点作为端点 开始数的线段 加在一起就可以了 3加2加1 一共有几条线段啊 3加25哦 5加16 6条线段对不对 所以呢 这里我们就得到了 下图中一共有6条线段